歡迎來到TOOP TALK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五個 新手的電腦會的Rhyno技巧 第一個技巧 Extrude Curve Rhyno作為一個3D建模軟體 要能夠拉出簡單的幾何圖形 那是必須的 而其中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透過指令Extrude Curve 當你在2D平面上 擁有一個目標曲線時 將此物件選取 並且輸入指令Extrude Curve 便可將曲線進行拉伸擠出 同時也可以選擇 此物件是否為實心或是空心 第二個技巧 Rolling Different 在了解如何建立量體之後 就要知道如何修整與調整它 在建築模型上 最需要調整模型的時候 就是出現在牆面的開窗 而透過調整兩物件之間的布里值 可以改變兩個幾何物件之間的關係 而其中最常使用的就是 Booling Different 它可以運算出兩物件之間的交集在哪 進而將它們刪除挖取 利用數學連結交集插集之間的關係 來調整兩物件之間的幾何關係 第三個技巧 Mac 2D Mac 2D 是Ryno的一個特有技術 它能夠將選取的3D物件 進而匯製成2D的平面線稿 而這也是建築系統學 最常拿來匯製Diagram的一種方式 當然這個技術 同時也存在一個小小的bug 當你今天的選取物件 太過於有機或複雜 或者是物件的屬性屬於Mesh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無法將你的物件 利用Mac 2D 轉換成2D的平面 就必須要透過其他的方式 來進行2D線稿的繪製 第四個技巧 Auto鍵 過去你所習慣的複製貼上 通常是利用Ctrl加C 或Ctrl加V 而在Ryno裡 你同樣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進行複製與貼上 或者你也可以利用 快速點擊Auto鍵 來進行複製 選取你所要複製的物件 左鍵長按 往任意方向拖拉 此時快速點擊Auto鍵 物件的左上角會出現一個加號 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快速的複製 你所希望複製的東西 而不再需要利用Ctrl-C Ctrl-V 來進行複製 第五個技巧 ZS 如果你已經下定學心 想要學習Ryno這個軟體的話 那就請你放下 過去其他3D軟體的一些使用習慣 不要再一直滾你的中間 去縮放你的模型 ZS的全名 叫做Zoom to Select It 它能夠透過選取的物件 進了輸入ZS之後 將你的視角 快速移動至你所選取的物件上 而這個功能非常的方便 當你見模型非常的複雜 或是它在無窮遠的時候 你就能透過ZS這個功能 快速移動 將你的物件 回到你的畫面的正中間 而學會這個指印之後 你就不用再擔心 那個無窮遠外的模型 或是你選到死 也選不到的超大物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Trip Talk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建築 構築想要知道的題材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集見 PCR 超熱我操